Hello 大家好 我是渭海老马 看我现在带着小猫 在这小菜地里边 我身后呢 就是咱们这个大海 看着大海 种着菜园 住着花儿洋房 是不是很惬意 我现在把镜头转过来 远处呢 就是沙滩大海 这边呢 就是咱们业主的开心农场 种的挺全的呢 茄子 辣椒 什么都有 看这个茄子 种的茄子长势还挺好的 黄瓜 接着也不错 咱们身后呢 就是咱们的花儿洋房 这边呢 也有这种湖 这是冬天有大天鹅 而且咱们这里边呢 配套呢 小区配套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身后呢 就是一个两万平的一个花圃 它这个里边配套 包括咱们这个业主食堂啊 还有咱们这个 就是健身房 娱乐 各种盘 这里边吧 已经运营十一年了啊 就是运营的很全 我在这边看看有没有黄瓜 哎 看这个黄瓜 我接了 这都是咱们业主啊 各家业主各家种的 喜欢种呢 在这长度的可以就是弄一块地 可以在这种 水啥的都是都给咱们配起来了 像咱们这里边 我给大家说说配套啊 有业主食堂啊 咖啡厅啊 嘉嘉乐超市 还有咱们这个啊 就是中医理疗馆啊 像咱们这个业主会所呢 像咱们这个什么排球乒乓球啊 你就是棋牌类的啊 等等等等 这里边是一应俱全的 而且咱这里边绿化呀 做得也非常非常好 它这里边主打的就是这种大云康养的这种项目 身后呢 就是咱们这个电梯 华尔洋房六层的 带电梯的 现在就来到了咱们这个华尔洋房一楼代表院 一进门呢 咱们这边就是参客一体 前面带着一个大阳台 而且咱这个房子呢 还是一个全民户型 开发是厨房 有窗 呃 再一个咱们 你看咱们卫生间啊 也是有窗的 而且这个房子是双阳台的 咱们主卧呢 前面也是带了一个阳台 这个阳台也是一米二 一米二宽 而且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哈 咱这个前面也是华尔洋房 一点遮挡没有 前面是咱们自己家的酒店 草多了一些啊 因为没有人打理 像咱们这都是带着柜子的 后梯呢 就是可以达到拎 拎毛肉住 把咱们这个家居家店呢 什么都给配全了 呃 就是可以更省事一些嘛 这个阳台就大了 咱们客厅前面的阳台 你看 三块多 三分八 呃 两米四 这个阳台 包括咱们前面的院子 而且是一点遮挡没有 这个呢 就是去地下啊 咱们去咱们地下车库的一个 入口 因为咱们这个房子呢 就是这套一楼的样子呢 地有地下 呃 咱们这个房子现在不是直接招地的哈 因为地下是全空的 一个 地下啊 有地下车库 所以不存在超市这个问题 呃 像这个房子 我跟大家说一下 后期呢 把家家电呢 把冰箱啊 电视啊 呃 还有咱们这个 电饭包啊 还有的那个 调料盒都给披抄了 真正达到了 包括像咱们卧室里边的床啊 还有这个床垫子 真正达到了拎包肉住 呃 像这种花儿洋房 咱别说了 别说别的了 就是花儿洋房 现在都很少 啊 金光修正啊 再一个就是花儿洋房 一楼代表院的 更是稀缺中的稀缺 最后呢 还能给咱们达到了精装修拎包肉住 下面这个前面是湖 湖前面呢 就是沙滩和大 啊 小区今天温度是22度 啊 这个是园区的绿化 而且咱们这个小区呢 现在来说的话 就是各种配套也非常齐全 像咱们这里边 像业主食堂啊 啊 超市啊 东伊里窑啊 包括咱们这个业主会所 啊 全部都是 去了业主食堂和超市吧 还有咖啡厅 剩下都是对业主免费的 像这一 前面这一栋楼 呃 都是咱们的这个配套 像他这个配套呢 就是很齐全了 呃 像这个 棋牌屎啊 呃 什么乒乓球啊 台球啊 呃 各种球类的 还有各种牌 棋牌类的 健身房啊 呃 养个屎啊 等等的 这里边全部都有 这边是 今天现在是中午啊 好多人在质疑这个事 说啊 你这里边根本看不见人 这第一种 我跟你说啊 就是什么时候啊 晚年 四五点钟以后的时候 出 这一班人都出来了 因为白天哪里边还是 就是有阳光吧 还是比较热嘛 一般人都不愿意出来 你看看咱这到边 你不说别的了 就到边停这个车 你就能看出来 就是说 这里边有多少 现在这里边可真是 不能说人们有个旺吧 也差不多 入住率很高的 这里边也是湖 这栋楼 整个这栋楼呢 全部都是的配套 已经运营了十一年了